Hello 各位觀眾 歡迎回到 Jimmy's Starcraft 那這一系列比賽是由我們大陸的Lingu戰隊對上台灣相當知名的Rush戰隊 那會有一系列兩個戰隊都會派出他們最厲害的選手來做對抗 那這是高雄新海之夜的表演賽 那實在場比賽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因為我們New Life是只用1BG 然後一個機械控制合心之後直接的蓋下目光議會 直接的來做我們黑暗神殿 然後直接來出黑暗神殿武士 那達到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直接的帶走我們U Rush的額況也導致我們U Rush 在後來就是不堪這個經濟上還有補兵上都是落後的情況下打下GG結束的比賽 那就要看看這場比賽當中我們U Rush能不能夠搬回一層 因為這是一個BO3的比賽 那目前New Life已經是停牌了 那如果再讓New Life拿下一局的話 那就是直落2直接淘汰 就是直接輸掉了第一場的比賽 那我們希望我們U Rush務必要搬回一層 那這張地圖是我們的大都會有4個出生點位 那我們目前可以看到New Life 哇運氣相當的好 它第一隻探測器探的點位直接的就探到了我們蟲組 那我們蟲組的蟲則是沒有探到 那一開始的這個探測點位是差非常多 因為如果一開始神主可以探到蟲組的點位的話 那如果這個蟲組要做裸霜的話就會相當的麻煩 那我們看看這場U Rush會不會來做裸霜 那目前看起來你這麼早被探到的話可能是不太確定會不會做裸霜 我猜可能是不會喔 因為之前我們剛剛那一場U Rush是做裸霜的動作 那後來惡框也被帶走導致這個損失蠻大的探重 我們可以看到New Life是做一個BF 他開1BG之後直接蓋下一個BF 他可能也是要來阻止 有兩種可能性的 一種可能性是要來阻止對方的裸霜 直接下水晶塔來蓋一個光炮來直接阻止你的惡框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他要直接的輸惡框 他待會一個BF開局就可以很輕鬆的蓋1到2個光炮來做防守 來這邊做建築學做防守 然後這邊做防守 然後直接的蓋下很早期的第二個星河 那就要看看 就要看看哇 我們這一場我們U Rush的狗池下的相當的早 馬上就生出6隻狗狗要來做 來做這個前期的掃擾 那這個是相當關鍵性的 這個時候第一個光炮 不過應該守得下來 我們New Life應該是可以守得下來 因為一個狂戰士在做毒口 那應該是 好戲做探測 我不會已經看到對方是BF開局了 所以我們U Rush可能也會猜到對方可能會早早的來開一下 第二個第二個星河 所以我們 U Rush這個在探查上的這個 這個 心理 在探查上的這個預知應該也是很清楚 所以他待會可能隨時的 會拉一些異化蟲 或是蟒蟲 來看看對方是不是要來做二礦 好這個時候 我們U Rush就是在人口18的時候 開下孵化 開下第二個分礦 那他也是 這場是比較早下狗池 不過也沒有下氣礦 他直接來 也是要來輸二礦 待會才會來下我們的第一個瓦斯礦 好 好 那這時候U Rush 果然是大量的一化蟲 直接在這個 New Life家裡的門口做徘徊 來防止對方的 如果對方要下清河的話 他第一時間就會知道 那我們看到 我們New Life也是 哇 他這麼 兩個瓦斯礦都下得非常的早 那 可能也是這一場 也是要來直接盼科技 雖然是做一個BF開局 不過 他可能 後來改變主意 可能是要來做一個盼科技的動作 那他上一場出的是我們 黑暗神堂武士 那看看這一場當中 我們New Life會來出什麼樣的科技兵種 因為其實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下兩個瓦斯礦 算是非常非常的早 好這個時候 這隻王蟲也是相當關鍵的 看能不能夠第一時間看到 New Life下的兩個瓦斯礦 就可以來猜到對方的這個營運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New Life的視角 New Life 不是New Life Urush的視角是並不知道對方 兩個瓦斯礦都下了 好這個時候 我們New Life下了兩個瓦斯礦 他蓋下的是我們的 呃 這一個 這叫什麼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 星際 星際港 結果他取消掉了 是不是他好像取消掉 可能是因為 好可能是因為這個Urush的 Urush的王蟲飄進來了 所以他第一時間直接取消掉這個 星際之門 因為他可能 讓對方看到有這個星際之門 好這兩隻王蟲也是飄進來做探查 那 我們Urush待會兒直接看到 好看到一個瓦斯礦 那麼看到第二個瓦斯礦呢 好這個王蟲正在被打 好看到了兩個瓦斯礦 那就相當重要 他看到兩個瓦斯礦 就會來做一些 防止對方出科技兵種的這個打算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New Life已經存了蠻多的這個瓦斯 隨時都有可能來做一些科技 攀科技的動作 那我們Urush則是 哇打得相當的穩健 在自己的二礦下了三根的地次 那持續在補弓兵呢 那兩個礦都有一隻後寵 在做這個防守 那這場我們看到 Urush這個前期二礦是 下的營運的相當的不錯 幾乎是沒有受到任何的騷擾 那目前補個弓兵數也補了相當多 那兩個礦也都是有兩個媽媽在運作 那算是相當的健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目前在弓兵數上是差不多的 可是待會兒在補兵速度上 還有在經濟上 一定都會是我們的Urush領先 哇我們Urush補了相當多地次 那補了這麼多地次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升二本 然後待會兒直接要來下我們的飛塘塔 那中間這個空窗期就是用地次來做彌補 所以我待會兒猜Urush 應該是二本一號 直接的就會來開一下我們的飛塘塔 那用地次來對付我們前期的空窗期 好這個時候 我們New Life則是開下兩個星際之門 不過這兩個星際之門下的算是慢了 因為他剛剛本來是就很早就要下第一個星際之門 不過被我們的王蟲看到 那當機立斷直接取消掉 不要讓我們的重組玩家知道他要出我們的 哇他出的是虛空劍 我們也要出鳳凰 兩個星際之門都是在出我們的虛空劍 那待會虛空劍一好的話 不過我們Urush下的是非常多地次 我並沒有辦法來對空 那這是比較尷尬的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Urush這個時候要下飛塘塔了嗎 應該是 因為二本已經好了 那我不知道Urush待會下來出什麼樣的兵種 不過這個時候我們兩台虛空劍馬上就好了 那待會兩台虛空劍一出門 目前我們Urush的對空能力只有兩隻的後寵 那兩隻後寵不確定能不能夠防得住兩隻的虛空劍 我們Urush總共下了一二三四五六八隻的地次 那比較可惜 因為對方New Life出的是虛空劍 那這些地次可能算是下的有一點多 好這個時候 我們Urush終於開下了一個飛塘塔 不過 如果這個時候 好這個時候第一隻劍柴王蟲出門 那如果這個時候虛空劍直接打過來的話 我們Urush就會相當的尷尬 因為這個飛塘塔正在蓋 那蓋完之後再來補飛塘 不知道來不來得及 那如果 不過還好我們New Life 他虛空劍並沒有第一時間出門 不過這個時候 哇等到三台虛空劍出門 那同時配上大量的狂戰士 還有一隻追獵者馬上 他要做一波推進了嗎 他仍然是在等兵喔 他仍然是在等第十台虛空劍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目前New Life 再來是三個BG 然後兩個星際之門 然後馬上要做一次正面的推進喔 那我們看一下 Urush的視角 這個時候應該有看到對方兩個星際之門 他應該是心裡有縮 知道對方會有大量的空軍喔 那這個時候飛塘來得及補嗎 我們現在Urush也是在存錢喔 再來飛塘塔 沒有他錢已經花掉 好這個時候 他改出刺蛇喔 他相當漂亮的管 他應該是知道這一個 非常大量刺蛇 12345678 八隻的刺蛇 那這把刺蛇應該要趕快生出來了 如果沒有辦法生出來的話 這四隻虛空劍 可能會直接的帶走這麼多的地刺 還有這個惡礦喔 那好這兩隻媽媽直接來做防守喔 不過這四隻虛空劍絕對 兩隻媽媽絕對抵不過四隻虛空劍 好這個時候第一波的刺蛇已經出來了 那還有後面七隻刺蛇馬上的就要出來 不過大量地刺應該是可以防的 可以輕鬆地防守這些地面單位 然後後方刺蛇持續的補上喔 那目前是四隻虛空劍在做攻擊輸出 不過這個機器 有兩台虛空劍也是擠滿 好第一台虛空劍被打到 那第二台虛空劍被打 也被點掉了 那剩下兩台虛空劍還有兩個追累者 那目前new life 比較可惜的是 他剛剛這一些地面部隊應該是 呃 剛剛這些狂戰士犧牲蠻多了 因為我們new rush有八隻的地刺喔 但是相當高的防御攻擊 不過這個時候 防禦的這個攻擊輸出 那這個時候new life一個 所以金塔持續的在做補兵 那不過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們ewrush是佔了一個上風喔 因為他剛剛一波第一次交換掉了 非常多new life的一個地面單位了 所以後方我們ewrush持續的在補 呃刺蛇還有 肥塔 他又要補肥塔嗎 好像目前看起來沒有補肥塔 然後這個時候new life 已經意識到自己 剛剛大量的 呃大量的地面單位都已經 呃輸掉了 所以他直接在這個時候打一下GG 那同時間我們 呃這個時候我們剛剛ewrush 這邊開下一個黃金分控 我們看一下 中場的這個兵力比較 哇中場的兵力比較 因為我們 呃new life直衝這個科技喔 所以他這個 他剛剛這些地面部隊 還有虛空鍵被打掉了之後 因為我們刺蛇對空能力相當優異喔 被點掉了之後 直接的打一下GG 結束這場比賽喔 那目前是一個 1比1的局面 那就要看看下一場比賽當中 啊誰會能夠勝出呢 下一場就是我們關鍵的自勝局 那我們馬上來看下一場比賽 掰掰